好在捐赠西瓜之后呢 松城号国际有限公司25号上午再度纵赛了一批来自凤林小农的拔浪 以及十香的饮料要给花莲市的清洁队 非常感谢队员们致力于防疫期间的辛劳之外 也借此来帮助小农因此受到疫情影响导致滞销的困境 为了感谢花莲市清洁队在防疫期间的辛劳 松城号国际有限公司日前才送了一批来自热税小农种植的小玉西瓜 25号上午在松城号董事长廖美艳经理周虹的带领之下 再度赠送凤林老农所种植的250公斤的巴勒 还有十香饮料要送给清洁队员 这次是跟松城号国际有限公司一起捐赠我们的巴勒来到清洁队 然后也透过我们的凤林的小农 然后一起来就是来跟他们购买巴勒 然后帮助这些小农 然后捐赠给清洁队 那其实也希望在这个夏天 那也是疫情的这个时候 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捐一些水果 然后一些物资给清洁队 让他们补充解渴 其实他们工作一直都很辛苦 对于松城号的爱心市长威家贤 和清洁队让吴庆展也代表施工所 向廖董事长表达感谢同时致政的感谢状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天气真的非常炎热的情况之下 那清洁队员不论在工作 还是在任何的环境之下 都必须要接受高温的一个曝晒 那相信之下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 那又碰到疫情的相关的影响 其实身上有时候会要穿附的更多的防护装备 那在此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松城号一直以来 在关心我们清洁队还有卫家院议员 三不五十也是买了非常多的矿泉水 那再次要代表队员们谢谢他们 然后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清洁队员 也给他们多多的加油跟打气 那再次要谢谢所有市民朋友的支持跟体谅 那我们华联市公所的清洁队员 会持续的为大家打拼下去 松城号董事长廖美燕表示 松城号不只用心于临终关怀 也相当重视社会公益 希望透过实际行动要求下一代接班人 除了落实回馈社会企业责任 也要做好服务 致力公益以完成传承的使命 G. 徐丽群华联市报道